这家公司我们其实之前就讲过,它的商业模式非常特别,你如果去看它的收入当中,卖东西的销售收入达到540亿美金,但这部分的毛利其实很低,只有10%左右,另一部分是会员费,只有10亿美金。 但这个数字跟最后的税后利润15亿美金其实相差不大,所以它的模式就是靠低价的商品吸引客户,靠护员费来盈利。 这个季度,公司的收入上升6%,达到了550亿美金,更重要的是,你如果去看跟基本面相关的几项运营指标,表现也非常不错。 付费用户上升了7%,达到6800万,可以表现出客户忠诚度的虚约率,也比上个季度略有上升,在北美接近93%,在全球接近91%,就店面扩张来说,这个季度他们增加了三家,2023财年,公司计划增加24家。 管理层还在电话会议里面透露,他们每个月都会对自己的商品的价格做详细的市场调查,保证只要是同类的产品,公司必须要比竞争对手在价格上更为便宜。 现在看来,他们的这种价格优势在不断地继续扩大。 通过这家公司的财报,我们也可以了解美国经济的基本情况,尤其是消费者的情况。 关于这一点,管理层表示,第一,他们注意到通胀的压力在持续地下降。 第二,除了大件的家具和电子产品之外,这些类我们之前说过,他们在疫情期间消费者有大量的购买,现在的这种同比的下滑也很正常。 除了这些之外,其他商品的销售没有出现什么问题,美国的消费者仍然非常强劲。 如果我们去看二月份的销售情况,也基本如此。 我们在这里要说明一下,刚刚过去的这个季度,对Costco这家公司来讲,是2023年的二季度,在一月底结束。 因此,我们现在讲的二月份的数据,其实是下个季度的数据。 二月份销售上升接近5%,顾客的拜访次数在美国也有超过3%的上升, 趋势仍然非常不错。 总体来讲,Costco绝对是一家高质量的公司。 它独特的商业模式,让别人很难跟它展开竞争,管理层也非常稳健,公司又有股息和回购来支持股价。 所以,这家公司的估值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便宜,即便在现在,它的市盈率仍然超过35%,我只能说会持续关注这家公司。 好的,今天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,视频不是投资建议,谢谢,再见。